请就位老师教我们的新任董事长 陶玉老师 新就任董事齐聚一堂 小米岁原住民文化基金会 27号举办第七届的董事会交接典礼 这次的董事会全数改为原住民级董事 包括新任董事长也是现任台北教育大学 教育经营及管理学系副教授蔡志伟 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洪玉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关大伟 至善基金会新竹主任雅碧达利 北南族自治协会理事马千里 中研院博士研究生高文斌 身兼小米岁原住民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搞入以用巴吉拉 台大应立所副教授黄荣山 以及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校长中文官 我想就是会继续的去强化 我们对于原住民族权利的 一个运动以及教育 那第二个本身呢 其实会继续去守护原乡的一个权益 我想我们这一次在董事的组成上 特别来去邀请了 在台东花莲以及南部 甚至北台湾各一个区域的一个在地的一个董事 也就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精神 这样一个小米由在地来扎根开始做起 那这样子也就在于说我们的董事在哪里 小米岁就在那个地方 原住民原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立即可以看到 小米岁原住民文化基金会 从2002年成立 刚创立的时候 董事都不是原住民 但一路也培育不少族人 提供奖学金 也长期参与原住民族权益争取的街头运动 包括邹族蜂蜜案 八八风灾重建 一直到近期的日月潭 少竹向山旅馆BOT案件 而现任董事长黄智慧 也希望接下来由新董事会带领之下 基金会能够继续让原住民族的议题 由在地出发 这次的交接典礼 除了董事会 全数由族人来交接 全程更特别以阿美族语和中文双语进行 也象征原住民族 做回自己的主人 充分展现主体性 未来也将会持续关注 新世代所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记载来问 Lulu 台北市在毛布道